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中国的网球明星彭帅亮相冬奥会 但是外界仍然对其处境表示担忧 近日中共的战狼外交官曾经任邓小平英语翻译的高志凯 对彭帅的失踪给出了另类的解释 声称彭帅不可能遭到性侵犯因为他太高太强壮 他表示从身体上来讲彭帅非常的强壮 他是一个非常高的人 他高1米75 他比他还要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副主任高志凯告诉澳洲著名的电视节目60分钟 他表示所以对于他个人的身高来说 想占彭帅的便宜就算了吧 他说你只是在幻想罢了 高志凯还声称彭帅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运动员 在身体方面他比中国的许多其他的女性都能够更好的处理许多的事情 并且所谓的事情发生在多年前 并指彭帅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 他说网上报道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周前或者是一年前 而是发生在几年前 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是一个自由人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受到了骚扰 高志凯的言论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回响 一位网友表示 不是所有类型的力量和能力都是身体上的 但是对一个人的生命和未来的恐惧可能是压倒性的 另外一位网友表示 中共不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人看 个人没有权利 彭帅可能是被他们软禁的 事实上他并不是唯一一个遭到严密监视的人 他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在中共的监视之下 另外有网友写道 这些来自中国红色大佬们的否认 只会让彭帅最初的性侵指控更加的可信 令人更加的信服 另外有网友写道 高志凯的说法就好像说是一个跑步运动员 应该是安全的 因为他随时可以跑掉 还有网友表示 在中国有自由人吗 如果他的家人需要保护就不会 至于他身体太强壮 当有枪指着你的脑袋威胁的时候 你就会很惊讶发生了什么 只是想知道还有多少人被杀了 高志凯的评论是 彭帅在冬奥会上亮相 并且在上个星期 接受了法国一家报纸的采访之后的表述 这段采访引起了一些人的猜测 人们认为中共政府仍然在小心翼翼的 控制彭帅的公开露面 法国记者在采访之后也坦诚 不能说这位网球明星是否可以自由的做和说他想做的事情 他表示这一次的采访并不能证明彭帅没有问题 曾经担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的高志凯 是一名臭名远扬的战狼外交官 因发表了煽动性的言论而闻名 特别是就中共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去年11月份的时候 高志凯警告西方大国不要干涉中共吞并台湾岛 甚至威胁说如果澳大利亚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美国 就会面临世界末日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美国和澳大利亚携手英国共同宣布成立澳美英强化三边安全火关系 协助澳大利亚建造其首艘核动力潜艇 随即引发了中共的强烈反应 高志凯在接受澳洲媒体的采访时公开扬言 澳大利亚一旦生产了核动力潜艇 将成为核攻击的目标 澳大利亚的学者解析 这是其放狂言的一日套路 高志凯的上述言论引发了各方的批评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冯崇义对媒体表示 高志凯是在故意混淆概念 跟西方和平主义的观念混在一起来捆绑澳大利亚的手脚 并且核动力潜艇技术与核武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另外法广在去年9月21号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 澳大利亚选择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加入了铁杆盟友 这些其实都是中方对澳大利亚穷追猛打的结果 好再来看一下古爱玲在先赴美生子热 纽约律师表示行动要趁早 来自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美国出生的滑雪运动员古爱玲在北京冬奥会上 为中国夺得金牌掀起了美国华人对国籍身份的大讨论 一些母婴服务业内人士也预计她的成功 可能会再次掀起一波赴美生子热潮 但是纽约的移民律师高泰表示 无论是赴美生子还是申请绿卡或者是公民都应该抓紧时间 到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 美国移民政策可能再度收紧 因为2013年的一部中国电影北京遇上下图的浪漫故事 中国人赴美生子前几年曾经经历了一波大热 美国东西两岸的服务中国孕妈妈的月子中心 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 这波热潮2018年之后开始退温 2020年的疫情之前 川普政府推出了新的政策 要求外国孕妈妈在申请签证的时候 必须要提供医疗宗教等些导致其必须赴美生子的原因 以及充足的资金证明 此后疫情开始中美断行 使中国人赴美生子处于停滞 但是一些业内人士估计顾爱玲的成功 可能会在疫情趋缓之后再次掀起一波热潮 业内人士表示 现在很多中国家长认为只有美国的教育体制 才能够培养出古爱玲这样的全方位的人才 这也让他们更希望把孩子生在美国 获得公民身份 方便以后孩子在美国读书 另外报道指出 接受人工受精代孕等些服务的 格莱堡美运公司的创始人刘安妮表示 即使最近这两年赴美生子在降温 代孕行业的中国客人仍然呈现了增长的趋势 他说因为代孕在中国仍然是不被允许的 而美国的代孕行业已经比较成熟 一些因为打拼事业而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的企业家 或者因为担心生产会影响身材的一些明星 他们纷纷的来到美国寻求代孕 而由美国的代孕母亲产下的婴儿 与赴美生子产下的婴儿 一样都具有美国的国籍 国爱玲的成功引来了公众的鲜艳的同时 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 也使她因为双重身份和选择替代中国出征 在美国和中国都受到了一些质疑 对此刘安妮表示一些钱来寻求代孕的中国妈妈 也会问及她关于中美之间角力的问题 但是她会告诉他们不要太纠结美中之间的问题 政治的东西都是暂时的 未来的人会更注重人的发展而不是国籍 而在一家华尔街公司工作的米文杰表示 她是在1997年她的父亲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在美国出生的 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跟随父母回到了中国 在上海的国际学校读完了高中之后 又回到美国读大学 2020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很多留学生都因为身份的问题找不着工作 而她因为是美国籍 所以轻易的找到了在华尔街的工作 她表示她觉得父母把她生在美国真是太有远见了 她说现在她对两国都有认同 朋友当中既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 至于现在的中美之间的僵持局势 明文杰表示 她觉得那些都是表面上做给人看的 实际上中美两国都很清楚 自己需要对方 两国关系不会真正的坏到哪里去 而移民律师高泰表示 出生公民权是宪法规定的权利 但是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前 保守派就已经开始呼吁取消出生公民权 拜登总统上台之后 美国的一些移民政策已经比川普时代有所宽松 但是这种宽松期未必会长久 她表示她不能肯定2024年川普或者是类似主张的人 不会再一次入主白宫 高泰表示 她说如果共和党回潮 移民政策会再度的收紧 申请绿卡公民都会变得更加的难 而出生公民权 她表示 现在高院已经是激进右翼占到了多数 他们很有可能会对此做出改变 所以她一直跟她的客户表示 想申请什么 最好要趁早来办理 2024年以后情况很难说 好再来看一下瑞典的冬奥选手回国之后才敢讲真话 说中国没有资格办冬奥会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在北京冬奥当中获得了两枚金牌的瑞典竞速滑冰选手冯德波 在2月13号的时候批评表示 让中国这样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来举办冬奥会 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 25岁的冯德波在北京冬奥会上 拿下了男子5000公尺和1万公尺的竞速滑冰的双鸟金牌 也是两项竞赛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的保持人 在2月13号回到瑞典之后 媒体询问她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 她表示 让中国主办冬奥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但是因为瑞典代表队并没有全数的离开中国 她不愿意谈太多 冯德波表示 奥运虽然是世界团结各国聚集的一个场合 但是1930年代 纳粹德国在入侵了波兰前也办了奥运会 还有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也举办了冬季奥运会 她表示 像中国这样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举办奥运 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 她说奥运期间在奥运村的经验很好 运动员都非常专注在自己的竞赛项目上 没有谈太多有关国际政治的议题 在冬奥会之前 瑞典媒体就曾经访问冯德波对北京奥运会的看法 当时在德国进行一地训练的 她表示 在即将入境中国参加冬奥会竞赛之前 批评当地的政权是不太聪明的 但是她也承诺 再后回到瑞典可以告诉媒体她的真实看法 冯德波表示 她已经完成了世界第一的阶段性的目标 接下来仍然会继续的滑冰 但是她不会将成为世界第一作为挑战 冯德波将自己超过60页的训练心法 公开在网络当中 分享给有兴趣成为顶尖运动员的人 目前已经有超过20万人次下载 而来自纽约时报的希西却表示 北京冬奥会是史上最没有吸引力的一届 该报道表示 设想一个反乌托邦的奥运会 也许它会让运动员在人工雪上 沿着干巴巴的滑雪道滑下来 机器人调制鸡尾酒包饺子 对空气进行消毒 工作人员穿的不是运动服 而是防护服 没有一票难求的体育场馆 只有一个你不能离开的泡泡 这些发生在一个对维吾尔人进行迫害 拜登政府称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 但中国却让一个面带微笑的维吾尔运动员 点燃了奥运火炬 就在贵宾席上的习近平和普京的注视之下 报道表示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 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为2022而重塑 难怪根据报道 跟四年前相比专门报道体育节目的专业媒体 NBC环球大幅的下调了本届奥运会的收视率的预期 冬奥会一直不如夏季奥运会受欢迎 今年开幕式的收视率更是创下了史上的最低 对于人们不看冬奥会的原因存在种种的推测 当许多的梦想都被搁置的时候 本届奥运会并没有能够提供那种启迪 它没有展示出人类能够做得更好 看起来似乎却恰恰相反 在气候紧急状况 公共卫生灾难以及政治边缘政策和腐败猖獗的背景之下 壮观的极限竞技奥运场面 使得这届奥运会散发出了社会衰败的气息 当焦虑和痛苦无处不在 我们中的许多人对制度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或者是意愿失去了信心的时候 由国家和企业倡议的激励方式就不像过去那么奏效了 报道表示运动员和他们的交人成绩似乎在危机面前显得黯然失色 这届奥运会已经出现了与体育相关的不法之举 有消息表示年仅15岁的俄罗斯的花样滑冰运动员 卡米拉瓦尼耶娃在奥运会之前被检测出一种违禁药物呈阳性 这一消息只会加剧奥运会的形象危机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